回到即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廠外芯片的嘉賓 是有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師志先生 郭Sir早安 呼籲一下家庭觀眾 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郭Sir 都可以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郭Sir,不如先和你說一下 內地的市況 其實都見到 除了內地 看到在新年假期回來之後 你可以說環球股市都是紅盤高開高收 而內地都是在大家預期之內 今天是高開的 但你看看它的上升動力真的沒有什麼 你看看 暫時來說三大指數的升幅 都是在介乎之0.34% 0.17%至0.32% 你看看真的沒有什麼動力 其實現在內地的市況又是怎樣 即是如大家所說 內地的政策市 是不是一天沒見到內地再有什麼實質的放水行動 內地的市依然會是處在谷底 我想形態都是等變的 沒錯成交金額這麼小 沽額真的不是那麼大 目前市場在看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經濟有下限的風險 令到投資者入市肉都持續低迷 再說去年的市場 跌下多一點 2,000多隻股票當中只有250隻升 絕大部分都下跌 而且又不少跌超過50% 人均的損失以13億人口來說 每人差不多蒸發了4萬2千人民幣 你想想可想而知 情況是多麼令人失望 當然近日來說 A股勢頭就有少少初步的存定效應 去到2134點 有少少好似 暫時來說定一定神 不過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要看看中央 會不會再度下放的 或者下調的銀行 準備金 傳統來說 每年的新年 資金市場對資金的需求 都是很大的 每年的新增貸房在1月份 零零細細是高漲的 今年我相信也不例外 由於農曆年是1月23號 變成 在月中之前到現在為止 如果中央是 想輸解市場對資金的緊張 應該就有所 實施一些 所謂下調銀行準備金的措施 半個百分點 我想就不足夠了 一個百分點 就可能 或者會稍為緩和 如果多於一個百分點 當然好 看看技術上的走勢 放個圖和大家聊一聊 這條是中期下降軌 暫時來說 虧限著整個A股的走勢 由2134點的回升 暫時來說 都未能夠突破這條短期的下降軌 我下次補充 告訴大家 這條下降軌 一直壓著整個大市 幸好這裏漸漸形成一個 整固的區域 技術上來說 只要不跌穿問題就真的不是那麼大 不過最重要的 都是10月24日的低位 2307點 一日未能夠突破 2307點的話 大家真的不要那麼快 拍手掌和開香檳 最重要的後市 當然要 輕輕突破下降軌 你才有機會 漸漸形成一個 整固的區域 即是在2307點到2536點 鎮定了 擺脫了沉底的格局 這是最重要的 不過這一分鐘 暫時的形態 仍然處於一個 浴市底的格局 到現在這一分鐘 A股的估值 其實不算貴 10倍的市盈率 但市場的信心 不足夠 一般人入市的意欲 還是比較薄弱 而最重要的 暫時沒有什麼藉口入市 首先來講 漏市繼續調控 這一點大家都知道 第二就是經濟有 下限的風險 變成大家對一些投資 都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 到最後 去年其實 在賬面上虧損的資金 真是不少 被捆綁的資金更加是天文數字 就算有閒錢 有部份人 可能都是 放在身邊 近身前 有時 賣到肉 當然要自己保守一點 令到 參與者是越來越少 我自己覺得 都是要看政策 其實內地的股市 到現在為止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牛市和紅市 因為 純粹是看政策 政策現在這一分鐘 還在著眼紅燈 你動都不能動 直到政策 真的有少少放行的時間 大家才會有憧憬 2012年是內地的領導人換班的年份 傳統來說 在領導人換班前 都是比較平穩的 都不知道 如果經濟有行的風險 我是唯有什麼突變的話 政策也會配合 稍為扶持一番 甚至乎 會有些 刺激的政策 推出來 總之 不要抱著太大的憧憬 事實上來說 比較明朗 比較明快的步伐 怎樣都要領導人 換了 換了班 站穩 然後才慢慢再推行新的政策 出來 沒有太大的驚喜 不過當然不知道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 2200 跌2100 跌2100 一直跌下去 我看就不會 因為 既然 樓市已經是 有政策調控 對整個消費 或多或少都受影響 如果股票再這樣縮水的話 真的 還有 誰去花錢 你沒有人花錢的 你怎樣 拉動內需 你沒有內需 經濟怎樣補七補八 單單的套基建 我想就不是 那麼容易做得到 所以情況 是令人擔心 但是 暫時來說 不應該是屬於 好壞好壞的階段 好 我們看完內地的市況 郭Sir 我們又看看 今天就看到零售 管理協會就出了 對本港今年1、2月 零售銷售的情況的看法 他們就說 因為政府派發了6000元 受惠到內地的旅客消費的強勁 其實都看到 好像說 11月和12月 他相信零售消費 可以達到23%至25% 亦都預計了 今年1至2月零售 銷售的整體增長 有機會高到28%至30% 暫時說 本港零售銷售增長 算不錯 但其實都想問你 2月打後 其實都有一個隱憂 消費者用了 6000元之後 又或者 大家都是關注 內地和本港的經濟增長 或者會放緩 其實你又怎樣看 2月打後 本港零售的消費情況是怎樣 其實你有兩點 剛才你提到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 每人派過6000元 其實一個花6000元當然是少 但700萬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 先說明 那裡有400多億 如果你說的話 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數字 如果在零售市場 慢慢發揮效應 真的可以刺激到零售銷售的數字 持續還有明顯的增長 還有一件事 內地的消費 當然之內地有經濟下限的風險 或多或少都影響消費意欲 但我總是覺得 其實以內地來說 真的能夠有能力消費或者富戶 其實也不少 很可能 影響是會有 但不會太明顯 單單在放假時間 看看廣東道 內地的旅客 在名店門口 排隊等入店舖賣東西 你已經看到情況 根本上一直都沒有怎麼變 我自己覺得 整體零售銷售的情況 仍然可以令人滿意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謝謝你 郭Sir 我們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我們問答環節 郭Sir依然會在這裡為大家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疑問 不要等了 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 204-6566 休息一會先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